这父子俩拍戏实在是太搞笑了 在拍摄我和我的祖国时 陈凯克一开始就打算找两个年轻帅气 还不能有偶像包袱的小鲜肉来演戈壁滩兄弟 可费尽了心思也没能找到合适的 毕竟这两个角色不但半相要丑 还得长时间在戈壁滩拍摄 尤其是起码奔波的戏份 一般的演员可来不了这个 何况现在鲜肉圈的状况不容乐观 不是糖果后甜 就是滑破个手指都要上医院 别说让他们去戈壁滩风吹日晒 就是脸上抹点灰都带急眼 然而这部电影可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县礼片 要是找来这些丢人县眼的玩意儿 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可小鲜肉就那么几个到底该找谁呢 就在陈凯克发愁时 突然看到了在沙发上躺平的陈飞宇 陈飞宇可是继承了他的优良基因 从小就喜欢演戏 而且他很年轻 年纪正好符合角色 至于形象嘛 自己生的儿子当然有自信了 最重要的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现成的好苗子不用白不用 就这样陈凯克也不管儿子答不答应 就直接把他拉去了片场 至于另一个角色 陈凯克很快就有了人选 那年头最红火的亲近一人 非刘昊然莫属 这小伙不但颜值超高 还能扛出王宝强的臭脚 绝对没有偶像包袱 而刘昊然一看能接到这种大制作 自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一开始陈凯克还担心 两个年轻人不能吃苦 可没想到正式开拍后 他们玩得比谁都欢 比如拍摄标马的那段戏时 由于拍摄环境太苛刻 现场调度很难 航拍老是达不到一击效果 两人便来来回回跑了十几次 让摄影师慢慢找感觉 不知NJ了多少次 这个镜头才好不容易通过 连马都跑累了 可这俩小伙还意犹未尽 然而到了本该最快乐的吃气上 两人却被折腾得够呛 吃饺子的那段气氛 两人为了表现出饥饿感 必须狼吞虎咽地吃 还是就着蒜的那种 可没想到饺子都是刚煮出来的 两人舌头差点烫得报废 好在两人足够敬业 愣是咬着牙眉吭声 直到导演喊了咖 这才圆形毕露 饺子烫就算了 关键蒜也不是一般的辣 刘浩然刚吃一口就吐了出来 这小表情简直痛苦不堪 这两位年轻演员可以说是小鲜肉里的楷模了 能吃苦肯为角色牺牲形象 颜值高 演技又好 正是诸多优秀品质 基于一身才深得陈岛青睐 不过话说回来 能把如此感人的故事拍成变形迹 也就只有陈家父子了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个细节 杜江升旗前一按了口口水 很多人都说他是演技不好 出现了失误 但事实上这是为了还原真实人物 在97年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前 中英双方约定号英国国歌结束两秒后的零点 中国国歌必须准时讲起 不料到了时间后 却发生了重大意外 英国降旗仪式竟提前12秒 在那12秒里 场外不知情的同胞们都在激情慷慨地道说 可仪式上的众人 确实鸦雀无声 尤其是升起手猪涛 他本来就紧张 握着绳子手都在发抖 这么一搞就更懵了 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失聪 我知道所有镜头都在吵向我 我也不能摆头看 不知道是几秒 只能在哪儿等 这是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紧张的一次 更要命的是 早在训练时 猪涛因为水土不服就经常流鼻血 而到了上场前 因为压力过大再次流起了鼻血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他只能在鼻孔里散了棉签 而在等待升起时 鼻血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出 在棉签的作用下 鼻血全都反流进了鼻腔 情急之下 猪涛只能使劲往肚子里咽 怎料老鹰那边又整出这么个幺蛾子 猪涛见现场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以为自己听力出了问题 可他又不能乱看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精神几近崩溃 而这12秒的煎熬 犹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好在猪涛凭借着惊人的毅力 坚持下来 等到了零点时分 他精准地抓住了国歌第一个音符 等退场以后 猪涛才发现自己嘴里全是血 但他没有惊慌 反而十分亢奋 因为香港回归 是所有人的心愿 他能参与升起如此重要的流程 是人生莫大的荣耀 而他能完美完成任务 也是光荣四毫的 其实我和我的祖国中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 比如第一个故事中 当黄渤安好阻挡求使 王千元和他互相行了个礼 但细心的观众发现 黄渤身为科研者 平时喜欢抱拳礼 可他此时行的却是军礼 反倒是王千元饰演的军人 却是行了个抱拳礼 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川帮 把两人搞反了 但事实上这才是最用心的地方 黄渤用军礼是为表达 完成任务后的激动心情 而王千元则是用黄渤常用的 抱拳礼回敬 则是体现了对他的尊重与敬意 在拍摄《我和我的祖国》时 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 当时张义和吴京同时收到了剧组的邀请 但两人正在拍摄攀登者 档期非常紧张 张义拿不定主意 便询问吴京去不去 吴京很痛快地回答 自己不想去 一看大哥都不去 张义也打起了退堂鼓 于是两人约定一起拒绝 但意外的是 当张义看到剧本后 却被里面的故事感动到臥累 即使讲述先烈的故事 又是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献译篇 这么伟大的事 张义自然亦不容辞 于是他抛弃吴京 偷偷去了我和我的祖国剧组 因为该篇意义重大 张义付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努力 未提前出受核辐射的病态感 还没开拍时 他就开始疯狂险肥 等正式开拍后 他又每日三餐只吃黄瓜 有时工作繁忙 就索性饿了一天 最后导演看不下去 到了杀青那一天 专门给张义煮了一锅面 并监督他全部吃完 吃吃什么感觉 我实话讲 第一口我没有长度 不然我就咽咽去了 果然影片上映后 张义的演技再次得到观众的认可 但与此同时 最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次录演时 张义竟在台上撞见了吴京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吴京也违背承诺 去拍了另一个小故事 如今背叛彼此的两人 在这样的场合相遇 都能尴尬到 抠出洞别墅了吧 我肯定哪都不去 我就才在剪成这样 我说那好吧 我听你的 不是老大哥 我说我哪里不去 不过说归说 闹归闹 他们分别出演的两个小故事 是最受观众欢迎的部分 但先有人知的是 其实两个故事里 隐藏了很多不易发现的小细节 比如张义受辐射住院后 领导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其实领导是想以 委派任务的手段 给张义提供活下去的动力 不然在之后的几天里 张义每天都跟护士医生 打听外面的动静 只可其他病情实在太重 最后还是没能坚持住 而在吴京出演的夺冠单元中 导演居正则是买了一个彩蛋 当学生们接受老师俊话时 后面有个人影默默飘了过去 这人是不是很眼熟 其实他就是女子排球队教练郎平 当时郎平听说吴征在拍女排 便跑过去看看情况 哎呦 导演来看班了 导演又瘦了 导演又瘦了 居正一看这位大咖都来了 不如就客串个角色吧 郎平没有拒绝 不过他表示客串可以 但千万不要露脸 毕竟人家也是娇羞的女孩子 于是徐峥就想到 在其中一场戏份中 让郎平在背景里默默飘过 誓言的角色就相当于扫地僧了